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 说你现在观看的行为 比如说要照我看 对吧 我不可能看弹幕 我要看弹幕就是先看完这个戏 再看一遍弹幕 那我就要看 可是现在你不能不承认 就是说你那个戏烂不烂呢 也不太有所谓了 因为被遮住了 他的戏要烂呢 我就看看词 看看弹幕 弹幕好笑 我就看弹幕 于是你看 你说他是不是出现了异化 赵老师 弹幕现在也是营销的一部分 说这一次你们的戏 有没有人做数据 有没有人去做弹幕 这是由制作公司投入 要有人去专门做弹幕 弹幕都是做的 有很多是这样的 叫做带节奏 现在有一个行业内 有一个话叫裸播 裸播就是 你这个剧就跟以前一样 电视剧 我把电视剧卖给你了 我就不管了 我也不买数据 我也不买口碑音销 我也不做弹幕 这叫裸播 我的天哪 哎呦 我觉得这个 现在让我觉得有点危机感了 他这么一说 就是你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学大众传播学 老师讲过啊 就说有两种理论 就一种理论的 大概叫魔术子弹论 这个魔术子弹论呢 就是认为啊 就说人都是傻的 观众都是完全被动的 就是就像魔术子弹 就是发射给你什么 你就接受什么 发射给你什么 你就接受什么 当时我们还认为啊 这种思想是简单的 我们倾向于认为 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 观众也会做出反应啊 观众不喜欢的 观众会反对啊 从而影响创作啊 可是现在你讲的很多现象 让我老想起这个魔术子弹说 就是说也有可能不知不觉间呢 大面积的人群就是接受了 就视之为常了呀 那那那那就是他就 包括你比如说这个 为什么我说很多现象就改变了呢 比如说咱们说的小鲜肉 那么它是一个粉丝崇拜的现象 那么某种程度上你说它是个戏啊 这又出现了异化 就是你不如说呀 我们就是想看看我们的偶像 他演的好 或者你们说的那个演技啊 剧本啊思想啊 我们看看那行吗 那不外乎就是通过电影看 还是通过粉丝见面会看 就这事我们去的是这一路了 但是呢 像我们的这种这种创作者 就觉得你伤害了 就这种这种异化 伤害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是这意思吧 是啊 那你找我写剧本干嘛呢 就是它就出来亮亮画就行了 PPT电视剧嘛 它有PPT电视剧 对对对 就是它们就摆各种造型就行了 就可以拍的美美的就行了 然后呢 您还玩命让我们这个剧本这么赶 那么赶 还是不能看别的女的一眼 这么费劲 我们叫包饺子喂猪嘛 就是你就是 既然你就爱看这个 早跟我们说清了 说明白不就完了吗 我碰到过一个事 演员小鲜肉或者什么的 女演员 在哪里演 然后呢 我那个时候看了一个新闻 说某个剧组的女演员 别的组的 我认为是 这个 说词背不下来 就说1234 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拍桌子 我很生气 我在剧组里 我说这种女演员 要敢在我的戏里面这么演 我就敢台词写1234 你得照给钱 因为她收钱了 导人批发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有个演员跟我说 哥哥 那个咱现在这戏 女主演 就天天就这么演 她是老板的女朋友 女一号 我说啊那算了 这会算了 那咱咋办呢 她老公是老板 我这个听 因为我认识一些演员嘛 演员都能认识我的 年龄都偏大 他跟我讲啊 就讲说现在演员啊 年轻的啊 不做功课也就罢了 来了以后呢 来了以后 说什么戏 什么情绪 说是悲哀 还是高兴 然后什么台词 什么台词 台词没看着 看两眼 说行 然后提词 旁边有个提词的 提词呢 他说我听的是 都是谍音 就是他这个 那一个提词的 他要还说一遍 他跟他有时间差嘛 我爱你 我爱你 对对对 然后说我这就别扭了 是我这个好 我跟你对着戏的 那所有的声音 都是叠着过来的 立体声 那火的也不行 那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现在都是 大家最后就变成 所有人都放弃理想 就放弃梦想 放弃职业操守 就是说 我对手完今天 我要走人了 以后这种剧组 我也不来了 就都这态度 所以有些非常厉害 用替身 大量用替身以后 那我们知道就是 有演员就是 让他跟一麻袋演 他光把那个 他得是把对手 给摔倒在地 然后指着他骂嘛 他指着骂的时候呢 这就没人了 这就一麻袋 这个演员始终就没来 他先是摔了一个替身 然后指着一麻袋 说演十分钟戏 好说到最后 这些演员都哭了 说我没跟你麻袋 这能练成演技拍 这也能练成演技拍 但是我也听说 有制片人呢 他们会随时的就是沟通 他们会内部通气 说我这回用了 哪个演员真的不行 比如说我这回用了一个 女演员 他每天 每天晚上都出去玩 然后呢 到第二天来 上班的时候 就来拍戏的时候 然后都要问 今天拍什么 然后呢 就说自己肚子疼 回自己的车上 开始背台词 他还背 背台词 但是他不管前后是啥 因为他来不及啊 来不及做功课 他到了演 他就怎么演呢 他就一个表情演 因为你无所谓啊 这样的话 你前面剧情是啥 后面剧情是啥 他都能接上 而且他的粉丝 会自我想象说 你看他这个演法 是吧 很有 对吧 很有深度 他那个不形于色 对对对 但制片人是知道的呀 就说这个人不能用 他们几个制片人 大制片人 制片人下面 他们也会过头 也不是说 因为 制片人现在很可怜 真的吗 因为我们说 没有用什么 其实我觉得 应该是制片人出来说 我觉得他们被欺负成这样了 是我一个编剧佬 出来说 我说买收视率的事 这个钱是你的利润 这钱应该是你腰包里的钱 你给逼着 给逃出来买 上一次就有一个制片人 就是这样 然后他 说他收视率低 要把他锯给撤下来 然后呢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知道他很难过 我说这个时代啊 我有你这样一个朋友啊 我也很满足 你看所有人都买 你呢 能够坚持不买 对吧 撤党也不买 他说兄弟 我买了 我买错了 说这玩意还要卖假货呢 哎呦 真是 你说大家是天下嚷嚷 是因为结尾历来 所以呢 既然这样 咱就都别太较真 你们当初这些艺术 学编剧 学文学 学什么的人 你们的理想 你们对创作 现在还是怎么看呢 这是想到了各种可能性 没想到 就是说你最后的这个标准 衡量我们的标准要花钱买 对对可怕 这个是我们接受不了的 对 而且你 所以这就被资本操纵啊 这就等于是 而且而且是你如果不买 你就是等死 就是简单的说 大家都在加三 你说我遵守纪律 那你永远在最后的 你就活不下去 是 现在是什么 就是买偏费用 我不说哪个台啊 你卖了150万 是吧 我给你50万 第二台给你50万 剩下的钱 收支率达标以后 付 这50万是给你去买的 那你不买 后面100万没了 你说制片人是不是被逼成去 干这种事 所以我 我们一直说 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 到处都是犯罪嫌疑人 我觉得啊 这个从去年开始啊 就是有个14个部委的 一个联合统治 就是关于电视剧的管理的问题 要综合治理 这么说来 如果这么样说的话 那现在这些演员们 就是这些明星们 他们在微博上 什么热搜啊 很多都是买的 热搜是有钱可以买呀 你不知道吗 没买过 不是 我看到他们有说买热搜 买热搜 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 肯定还是 就是他肯定有些人是干这事 但我觉得大部分人 可能还是不会干这事的吧 反正有一批演员 你看到他其实没有作品 但是他还挺红的 他就是靠各种手段做的 那有没有可能是有你刚才说的那种色情狂呢 人家有人 人家就是有魅力 好多人就喜欢看他的这个样貌 身体 发型 有 他达不到数值 现在 什么色情狂 他不知道非看这有什么好看的 对不对 他达不到数值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看这种现象 我们都是独有的 你像演员 演员的职业操守 你在美国 演员工会 你在日本 这样的演员 在日本很多演员的敬业 如果你要是这样的 就来了县被词 或者说一二三四的话 你就被这个行业开除了 你再也没有机会去做 你得尊重自个的行业 对吧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一个市场 市场到底卖多少 原来我说过一个 好多人骂我 我说什么呢 我以后电视剧另说 电视剧你是在家里看的 看电影 以后电影没有电影票 就是买一张卡 我这一年 我喜欢看电影的人 我买一千块钱的卡 我不喜欢 我买二百块钱的卡 我进去时候 一刷卡 只要不好 我半截就出了一刷卡 我就只付了 我这电影可以买 买多少分钟 你知道吗 那当然我们 本着这个 这个公平的原则 就是开场半小时 后场半小时 是不能退票的 对吧 防止你进行闪赖 但中间我是可以指负的 因为电影的 这个作为消费品 它跟所有的消费品都不一样 我们的消息是 你买这把壶 你觉得不好 你就 无理由就可以退掉 是吧 电影怎么退 你看眼里去了 那真有 你看了 你看了没几分钟 你就走了 你找谁去 那如果这个卡 这样一刷 那就把电影 就把好的坏的全给弄住了 我一说 搞电影 咱熟人多 好多人骂我 说你这边太损了 他们就是 我们只是拍烂片过日子 对啊 他们现在就是 你看宣发费高吧 为什么票捕 还有什么 就各种这种水军都出来说呢 就想尽一切办法 把你给搞进去 你只要一框进去 你就说 就是怎么办 就是这破电影 你比如说 就刚才咱们讲 就即便是美国好莱坞 烂片也是大多数 那么就是说 他从这个牟利的这个渠道上来讲 这个真正好的东西 他在商业上是真的能得到足够多的奖赏吗 他是这样 我觉得是有两个体系 一个体系是 就是经济体系 经济的衡量标准 一个是价值体系 就是他颁奖 评奖 和整个的长线的收入 他好的文艺片 他是一个长期的收入 不是靠一次两次 一个月内什么 回款 咱们国家有一个问题是 比如说小鲜肉的问题 小鲜肉的问题 我觉得他有他存在的空间吧 你有人喜欢 为他花钱可以 但是咱们主流的 你比如说评奖 评奖 演员的奖 你就要看看他有没有演技 是吧 前两天我在参加那个演员的一个 中国好演员的评奖的问题 我说这个 这个年轻组的男演员的这个候选名单里 我说第一 我认为很多不是演员 像美国的演员 你像迪卡普利奥 小鲜肉的时候 不给他讲 有些戏演员还不错 对 就不给你讲 直到荒野猎人 弄出个大胡子 都被母熊给强奸了 对 给了 这什么 他的主流的这帮 掌握着话语权的人 牢牢的把握着他的价值体系 就是年轻演员 你要往哪个方向奔 按着小李的这个方向奔 就是你主流拥有话语权的人 要去引导的 就是有些小些人 我觉得他又挣那么多钱 粉丝又多 又不会演戏 这都没关系 但是你再给他一个最佳表演讲 他不会表演 这就是个导向问题 这就是你的导向问题 这个我特别同意 就是如果说 他只是因为粉丝多拿了最佳表演奖 那我觉得这个 他们就颁奖一室 需要有影响力的人来领奖 现在凭奖已经就是说 谁的粉丝最多 谁就占便宜 谁就来 而且你知道 当代艺术当中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第一个 你比如说杜尚的那个小便池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可是呢 这个德文涛的小便池 你就有点恶心了 对吧 就是所以说 我把这个例子转移到影视剧上来说 你比如说周星驰 周星驰对中国的喜剧有很大影响 我认为包括对烂片都有很大影响 那从他当年这么横空出世 你怎么评价他带来的影响 他可以颠覆你们所传统的认为的 那些个好的 当然他是典型的一个后现代文化的一个代表 后现代文化就是他颠覆结构 就是把原来中心人物都给结构掉 崇高也结构掉 把原来的边缘人物变成中心人物 就是比如说拍 有一个我经常举那例子 春光灿烂猪八戒 猪八戒变成男一号 孙悟空是配角 这就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再一个他一定是商业化的 他跟商业 这个跟以前的就是现代主义不同 现代主义是反商业的 后现代主义是跟商业高度结合的 那么这周星驰是典型的符合 这个后现代文化特征的 那跟你说的这个烂片是什么关系呢 这俩概念 它是了不起的后现代文化的代表的作品 他在艺术上其实是水平很高的 他包括他的表演艺术上的水平很高 其实我们看他 你比如说看这个唐伯虎 他以及他周边所有人的表演体系 他是一个完整的 除了拱毅没有融进去以外 我们觉得这是什么 这是在乱演 但人家是有一个很高的假定性 咱们国内的很多戏呢 说我要拍戏剧 周星驰是就模仿 你模仿觉得特恶心 这个我就看了相当一部分 这个烂片烂剧 我觉得都是从周星驰那学来的 周星驰是个大师 他那样也看上去很容易 其实很难 但我记得刚开始周星驰出来的时候 我的父母辈都在骂呀 说那是打烂片 什么鬼 什么乱七八糟 什么无厘头 就是在说什么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你这么一提醒我 好像有点印象 你说的这个 我还真的觉得你要说父母辈 你比如说我春节一回家 我就陪着父母看电视 我的父母呢就是锁定某一个那个频道 比如说综艺节目 从早到晚你知道吗 我倒要孝顺父母啊 但是你陪着看十几个小时以后啊 我的天呐 我真的饺子也吐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但是我父母就是爱看呐 他看的很好看 好我给他看看我爱看的 那比如说他给他看美剧 我爸妈妈根本看不懂 他已经失去了理解这个 所以说这个马爷你刚才讲的啊 就是是不是这个一个民族 确实存在着一个知识水平的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上次来咱们那个徐浩峰老师 他是北京电脑学院编剧 他现在也很困惑 你比如说他就说 他说我们老师教给我们呢 这个编剧的水平啊 话要反着说 比方说 呃 戏里边要说李爱我爱你 那恰恰这个台词应该说我不爱你 对吧 嗯 这个 他说可是现在我们这本子一拿出去啊 那制片都是说哎 直白点你爱他就爱他嘛 对吧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哎 全是这样直白的 一听就懂的 是吧 那最后这个就说他的意思 大家都挺有国有民的 就是这个民族的观众都变成习惯于理解最简单的 稍微一点幽默 稍微一点拐弯 他都不愿意动这个脑子 增强文学性相当于自杀 对 含蓄之美没了 没了 那是含蓄啥 就是刚刚说的包饺子喂猪的问题 我觉得我国家呢 其实在文化上去可以去参照一下日本跟美国是怎么回事 嗯 日本是不断的有这个呃边缘文化出来 就是他主流文化就向边缘文化考 嗯 都去学他 然后日本的电影就越来越不行 他全是边缘 但美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他好莱坞八大公司也好什么的 他一直在关注边缘文化的发展 嗯 他在看好的独立制作的作品 好的独立制作的导演 跟主流的完全不一样 我把它吸收到主流来 主流就越来越发展壮大 所以他越来越强 我不怕你边缘的 颠覆的 我给你收编了 日本呢是 哎 你这个有意思是革命性的 我我我向你投降 所以日本这个道路 其实是危险 不好的 不对的 好莱坞这个是对的 所以我们国家现在面对的一些新的这个文化转型 因为我们说青年文化抬头 嗯 边缘文化有可能成为中兴文化 这种情况下 你中兴文化跟它的关系 主流文化跟它的关系要处理好 不能像日本 哎 就是我现在慢慢明白了 就是说 有过去咱们有的年代 其实中国人民要不说这胃口也挺能吃硬货的 就是说 好多时候啊 它在西方啊 是小片种的艺术片 嗯 比如说探讨一些激烈 乱伦 对吧 哎 但是咱们包装宣传成主流大片 对 这个对他就是对一个老百姓的这种思想啊 有时候就形成太大的震荡 你比如说我发现美国好莱坞这种 它基本上还是主流价值观 对 比如说这人热爱国家呀 父慈子孝吧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爱慕情 家庭要稳定 家庭要稳定啊 就是这些东西 也许对于某些个人来说 他觉得人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选择 但是他好像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工业啊 他的确就考虑到 就是说这个 不同文化水平的大多数人 对 他们要是整天看这个 就要把人思想搞乱 对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是 所以就是我 我现在慢慢明白您说这意思了 就是说 这也是咱们现在说的 就是 过去 你看孟子就是到什么齐国去啊 就讲了一句话嘛 我就印象很深 这齐国这个国王说 哎你来了 你这么大的思想家 你对我出点什么招能对我有利啊 对吧 这个孟子最后说了一个大网 何必约利啊 说如果这都讲利 利字当头 是吧 国与国 咱也是对我有利 人与人对我有利 如果全是这一水的 那就最后就是自取灭亡呗 所以其实在这儿啊 它确实有个毅力之变 这个就是说你得有另一个 对对 一个标准 你比如说电影评奖 电影评奖 这就是让人知廉耻的 对对吧 你知道这东西有面子 那东西叫丢人 那你丢人的 也许钱挣着了 你也是个平衡 对 就是这社会 要不是说得两只脚 对 都能立得住 是 您总结的非常好 对的 是吧 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王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一席 对中国影视剧的优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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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跟周静芝老师 我们都还挺熟 川岛方子啊 他其实是一个中国人 他是一个满洲人 就是有个异化现象 哲学上讲啊 什么事发展发展啊 会变成另一个 你比如说杜上的那个小便池 我们还是要玩的 说杜上的那个小便 我还会变成另一个小便 这世界很酷